字幕 李宗盛 我也比较冷 然后就玩了几天这样子 那就上个星期 所以就没有发那个视频 所以说这周的话 我会直接画两个产品 一样 然后30分钟一集这样子 那就这样 我们先画这个 把smash一个bander 之前说过是画一个整套嘛 对吧 那今天画这个bander bander一样 然后可能是这是一个测试图 对吧 那我们一样 把它那个储存一下就好了 因为上次没有什么回馈 那我就照这样子画了 有如果是说你们有什么要求的话 一样留言给我 没有的话我就照这样画了 然后再打要一个顶次图 如果没有的话就 那一个可能就大概差不多 就那一个画一下了 整这样子 因为这个产品我也没有 那个标准尺寸这样子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上一集一个toaster 你们记得我画过这样子一个按钮 对吧 那这一周的话 因为正常的话 如果做产品的话 熟悉的都知道 就像这些地方 它肯定是一个共用零件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做这个曲面 对吧 跟这边的这边的曲面 它是不是一样的 其实我不太确定 这样子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这样是重画 那好像我现在看 好像都是只有一个面 我看一下 我看看这个 这个是smash 好吧 好吧 那再画一个这个面 好吧 我再存一个这个面 但其实重不是很大 这样子 那这次的话 反正因为是那个尺寸不是很确定 那就可能就大概也这样差不多吧 反正图片你们看到我刚刚怎么收的 你们照着怎么样做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 反正下了一个这样子这样图 那就画一条这个直线好吧 画一条直线以后 反正大概把这些你超出的话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真的是 因为连这个都要抓这么紧 然后先把这个图锁上这里 点一下左键点一下这张图 或者你可以这里点一下 然后点一下这个锁 然后右键这个锁 它就这样会解开了 那我现在锁上 对你看到没法选 选不上的 OK我们继续 这样子 说到刚刚那个 就不要太强迫症画图的话 你毕竟不是工程师 而且最后有 即使你画外观对吧 工程师肯定也会重画的 好 继续不说那么多 我真的废话比较多 好 我们先复制Ctrl C 点一下Ctrl C 然后点一下偏移命令 然后右端end点 然后点左键点一下 然后按shift 再左键点一下 好放开shift 再按下shift 对 让它就说垂直90度 那这样子我们有一个L型的标准的 对吧 我们只要把 然后再按下Ctrl V 对吧 就刚刚我们复制了 那现在这么做是干嘛的 对 其实要用上是这个功能 第一个 这个 对就点一下 然后终点 记得开号这里终点 终点以后 然后找回去 刚刚那个end 对吧 另外变那个90度 对 你看到 它就会圆着这个 就刚刚我选的这个点做圆心 然后去画一个圆心 那我们不用这么多 我们只要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你看 智慧轨迹打开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差不多 我们超出一点吧 好像不能捕捉到那个点 我们再剪开吧 咱们再画一条线 再剪就OK了 反正就对 删减工具 对吧 然后就这样子 OK 那这时候呢 试一下能不能还行正面吧 因为有些东西 有时候它的一个尺寸 我也不是很确定 就是说它能不能通到这个逻辑里面 是 OK 不太行 但是没有关系 也反正我们这样做吧 然后选下这个 object 然后两个地方两个点选上 模式 OK 反正有点偏差 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一样 这样子吧 把对准回去就可以了 反正它四条线 我们保证它四条线大小是一样的嘛 你看一样的OK 你看这时候我们 对完全对准的 没有关系 所以说可以照样这样 这样用 然后这时候下来了 我们把这四条线连接一下 倒个小圆角 连接一下 倒个小圆角以后 因为是画上面这个屏会比较蓝一点 我们去先把下面这个画一下 然后这时候有个问题 对啊 我们这个有点小对吧 没有关系 呃我们就呃这样子 反正就大概缩小一下呗 反正还是一样 那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这里嘛 对吧 这个点一边嘛 因为我刚画叫直线嘛 对吧 直线是在这里 所以说啊 看到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啊 呃我们只要这次把这个行对吧 呃反把它的左右指原比例缩放 点这个原比例缩放 然后选一下左右两端 然后这时候选一下这个 n对我们那个这个本来设定的 就是这条直线对吧 从翻这个view 你们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这时候这样子 我们再倒个圆角 呃这个地方啊 现在我们有一个左右跟图片 上面一样的对吧 那如果是说你们想画个完整的 没有关系 呃可以这样子呃 先把大体画了就这些按钮我们我们先不画 把大体画了 然后把大体原比例缩放 把那个尺寸给调整 因为为什么这个按钮 如果你原比例缩放 它就变成超级大了 现在画 呃现在画的话 呃最好是说那个地方按着完整尺寸 因为不是说收东西 你原比例缩放就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地方要细节在调的 这个道理呃很难给你们解释 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能懂 那所以说呃 画东西的话反正就是不要偷懒啊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 然后这时候我们有几个呃 这里是两个键对吧 那我们就画下下面这个吧 但其实正常我画是两个一起画 然后再把它剪掉了 就再把它分开了 那现在就按照我们画的规矩一点吧 就这样子 然后呢就OK了吧 对吧 哎 那个先不见 没事啊 有有有了 没看见 刚刚啊 这里反正也啊 上面这里有看到顶尺寸 不好意思 我键盘那个是 忘记把那个快捷键关 OK好我们继续 那这时候画一条线对吧 我们试一下旋转一旋出来 看一下效果吧 好吧 旋转一下 就是说当轨入境旋转 OK 哎 好像我还没倒圆角 OKOK啊 这个都挡住了 好 大概这个形有点像了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圆角给倒一下 因为刚刚你们看到我没找到那个顶尺图 当你们可以有个花点心思去找一下这个顶尺图 然后现在我倒一个5 为什么 我只要让他看起来 圆论就可以 就是说这个非常大的圆角要 你看非常大 这个其实是很大 5其实你看我打没多少 但其实啊 你们打一个就是说看起来要很方 又有点圆 这样子 smatch的产品的话 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形 那我们继续再倒一次一个圆角 啊 不是在当轨入境 啊 这时候这个曲名看 这个圆角这个块 它占的非常的大块 那你们如果是说画产品 或者建3D的 要有一个东西要非常好的 就是说一个尺寸感还有比例感 对吧 就是说你们看一个模型 你们知道它曲面是怎么走的 这个很基于你本身一个3D介绍水平怎么样 那这时候我们看渲染模式的话 你们就知道 你看非常光滑 对吧 而且圆 看不出来是方还是圆 它本来的产品也是这样子一个感觉的 啊 然后现在你看好像还是有点 有上面这个口好像有点大 因为我们上面这个还没画 画了以后就OK了对吧 我们这时候画了这个口对吧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就画一条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偏直的一条线 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地方 因为你看这个我画的这个图 其实它不是很精准 因为它不是那种 呃就是正的那种 呃怎么怎么讲呃就是说正的 那一个就标准的那个正式图吗 啊不标准的那个啊对 就标准的它不属于这种吗 所以说呃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 那我们刚刚画了这条线对我们把这几个对准一下 对准一下我们回来这个图一下哎我们这条线对吧 我们点一下这个扫墙角扫墙角以后我们点一下这个第四个 这个然后点一下一再点一下第二条线 呃对它是自动混接了 这个功能是一个线混接 但那有线当然就有面 有面呃以后有机会会给你们展示一下这样子 那画了这个呃怎么讲这个呃线混接对吧 线混接的话反正就是它混接的时候 它一定是呃你们是我我我先把连接一下对吧 就是说我当画我们不会这么画啊呃当鬼路径 哎你看到对 对完全光滑的你就能看到对 但我现在画这个还是有点夸张了明显就呃 我们把我们应该把这个曲线给调整一下 那回去这个位置 好吧我们看来把这个图给挪开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给那个可能是说我们需要这样 就一边画完然后挪过来这样子那这时候啊有点偏差了对吧 那没有关系我们反正你看到它即使混接你看到这个写面跟这个下面的写面 它是完全的一个tangent的一个状态 就是完完全全是呃怎么讲tangent就是说三相切吧应该是叫好吧 呃像切吧这样子这么讲吧 然后这时候这个面文画完了我们一样把它一个画开呃就是说生成一个面那往往内侧对吧 你可以往外往内都可以啊你自己喜欢 然后厚度正常干板的应该是0.5到0.8左右产品的啊 通常不会用超过0.8用到1.5的话呃不会即使你在国外看到那种烧烤啊 那在当时我现在这个尺寸是不对的啊非常的不好意思呃要不要查一下总高了啊还是不用了吧 我觉得那就0.1大概0.1就是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对起码是这样子非常薄啊 0.1啊反正我这个尺寸不是很准啊我大家也不太惬意啊 然后这时候下来我们把这个画你看它还是个鞋面之前有讲过这个问题对吧 不用管它反正这样画画完以后我们把里面的那个里面的它其实是一个塑料件肯定是的因为 呃工艺嘛呃不会说这么真的这么厉害说啊很完美的啊你们懂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去然后这个厚度其实正常来讲应该是两毫米啊啊啊后面的话等你们建模比较熟练了或者多一点人看了我就开始画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 就画就精准尺寸的那种模型啊然后暂时的话先把你们的一个建模的那个水平尽量先提高吧那通常其实是很多时候是怎么样画其实是这样子就是 是坏的呃可能是说刚刚我现在0.2吧我刚刚0.1因为通常那个呃怎么说不锈钢板的那个厚度会用厚点那那条线对吧那条线这里会有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到处再处理一下呃我们先把那个 线给删掉啊把分析图给打开上下以后呢是这样子我们通常会选这个呃一二然后三四然后你们看到炸开然后取消选择内侧的这一条啊聪明同学肯定已经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了就是就是就是这样子然后这这时候这个地方怎么办对我们到时候混接就可以了 然后删掉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这个面我们也不要你看通常其实是说如果画弯的话画多的人会这么画那你像我那种用用面来就是说来取巧的话怎么讲的呃呃呃也可以当时看情况呃你们建模建的熟练以后你们是自然能分辨说哪个其实两个都可以 并没有说哪一个一定对没有因为建模什么没有什么那种什么高级建模技巧千万不要扯那种啊真的真的真的不骗你们然后这时候我们一样呃把他那个当这个是旋转的这种画法所以说呃我们还要把它删掉这只是说当旋转的话就是你会看到我现在这样的话但是又不是旋转的话呃像这样我现在现在这样不规则形状呃转一圈的话估计是呃也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不一定能转出来的这种因为新能没那么聪明的他不是一套这么聪明的软件说实话呃呃那这时候呃呃果然转不出来下面再一看冲突了所以说像这种比较复杂运算的话还是用单面就是说把一个面给那一个单面给呃画完以后然后再用一个面男生用这种画法来画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对这样像我画完了 啊所有啊我废话比较多相当抱歉啊各位观众 对哦对对对OK然后这时候啊单轨的还是这样子啊没有关系有方法可以解决的怎么解决呢呃把下面那个面给爆开然后把那个面给补上啊这也可以反正往边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你看这里冲突了就冲突了没有关系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就 就这样子对吧哎我们把这个面给填上就好了也可以补救但是又对反正都可以就是说建模的话你们想到就一开始一直很给你们想到说呃工具对吧一个工具的那一个就是说工具的一个使用对吧那你们叫每次建模手里就要想这次要用什么样工具就算你要清楚的就说尽量给你们进行一个模块化的概念就是说我要用哪一个工具才能画画出来这个东西这样子这样子一种概念 模块这种模块化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也是玩了一车然后可能0.2吧因为塑料的厚度肯定会比那干板厚度呃塑料的话通常会呃或者有些会去到5就是说用量好一点的那如果用量没那么好的那通常那干板0.8真的是最后了即使你买那种特别好那种呃咖啡机或什么的他也不会用到这么厚这是很正常的那这时候0.5吧好吧就随便打个脚吧 但我看现在就这样子这里有一条线我估计他一不应该不一定能倒出来当然呃但是新年后你碰到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呃没法解决真的不骗你们除非你放到Somiverse里面倒要么也放到谱仪里面倒 好哎可以可以好像可以还是说先把里面这个放放开一下哎OK好哎哦好吧我懂了原来是这两个这两个我我没有那个好的并记一下 OK好两个两个一起了好这时候你们就看到渲染模式对你看了有点小细节啊通常渲染比如说我现在渲染我就放到这个地方哎有点小当然把另外一边给倒好当然不要你可倒再细一点就给人看到我这个东西是非常细节的那现在你们这么看其实已经能看到了一个东西的一个大概对吧那这时候我们继续画 把底部画我们最后画个上升好吧呃底部的话我们就哪一个呃 不傻子关掉我们只要单边就可以了单边的话一样我们可能就反正我刚刚是往左边偏吗大概就可能就说你看反正我我上下换他还是一样吗我就大概到这个位置吧好吧 呃啊不应该底部因为什么到脚这个位置那我们我们就点在这然后不用看另外一边了反正就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对吧 然后这时候这次这个比上升的好画为什么呃因为他四边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呃这次减的话就很简单一样我们把那个这个东西先给先给抽个壳出壳对吧 我普通话真的挺不好了 然后0.1啊不好意思0.1对吧 厚度记得呃干板0.8最后了不要再厚呃塑料的正常的夹精对吧或者他本身的一个材料厚度呃 呃两核米左右那如果像那个硅胶什么的那硅胶那一种通常的话硅胶就随便因为硅胶的模具费不是很贵所以说通常不会那么在意说呃材料上面会用多少这样子呃 呃好那一个我们这次然后我们就大概他也是个梯形对吧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呃画一个这样子的梯形对吧 画了梯形以后我们apps把控制点给打开打开以后啊两边选上一下选上以后呃反正就啊记得我现在是没有数值的呃你们看着办吧啊然后一样 你们喜欢的话可以这样调就说改成45度什么的没有问题反正就调整的时候可能就可能就怎么45度呢就这样子呃这样点一下然后点45对吧啊现在反过去对吧那就-45呗 就是说这样子很规整那这时候呃呃先放一遍导圆角线呃可能导个500一样我喜欢呃我想那圆角看起来大一点这样子大概大概导完反这个嗯看看看感觉啊这反正是一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太在意这个细节啊 先把膜给建出来重点能建出来先再来生就再来生挖啊然后这时候一样先拉出来看看呃可不可以然后呢环形阵列四个我们也环形阵列四个 环形阵列四个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对吧central对吧for现在我也是for对吧ok四个完成了那这时候一看回来这啊这你看这么一点点肯定不够呃对吧那这时候 然后control set回去对吧我们把这个左右给哎稍微说一说啊剪一剪就ok了 对这样子哦样子然后就把它拉呃拉伸一下 ok点一下左键然后就 环形阵列四个哎这时候你看这边啊我觉得可能差不多了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啊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然后这样子播剪机 然后一二三记得先选上被剪的物体啊不被剪剪法的那个剪啊被剪的物体然后再又剪ok了然后这个就出来了我们大概一个样子已经画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甚至于那个好给你们画了我觉得不用了吧你们也懂得怎么画了啊呃 然后再下来呃因为画的话然后这个圆心反正还是一样啊呃我们就这样子吧 嗯这个地方我们画了我们大概拉两个圆形吧好吧然后这样子呃反正就这两个对吧呃因为它不是一个很 嗯是不是不是一个非常正的一个 哦 圆形 所以说一样 然后把中间然后还有一个外围对吧 那我现在话都是随一点的哈 你们如果真的要规整的留言给我说 我就真的给你们玩规整 但前前期我还查 查好就是说他的常观高 但是也不会做到完全精准了 除非你真的对食物 这个是真的真的不骗你们 真的是这样子的 那这时候我们对 然后看一下 ok 好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能就放到这个的中间 那这个中间我们怎么办呢 哎对 智慧轨迹嘛 然后现在有一个字 然后按着shift int 也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呃 就int焦点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 为你看这时候位置就不对了 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正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往上再挪一点 那这时候挪的准不准 哎 便宜了 挪的准不准 完全看见你们那个尺寸感 这时候就来了 然后这时候往前挪一点对吧 ok了 ok了以后来我们这两个 是吧 这两个拉伸一下对 往另外一边拉伸对吧 然后群组一下 然后通常会这样子呃 这时候我会教你们往那边挪对吧 呃这次我们就不做 但是你们呃也可以做一下吧 这样的没事没事 这样做吧 这样子 ctrl c ctrl v 因为通常画到差不多我就开始了 然后定位怎么对 对下面这个 就是说 然后那个这个圆 只要留的是这个圆壳 懒得再再画一遍的 我说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的群组上群组了以后对吧 呃然后怎么样呢 两个都选上 ctrl c 直接原地 ctrl v 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 对一个剪辑 然后一个 记得选好完整的一个 一个交集对吧 哎 你看中间这个就出来了 对啊对吧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面画就好了呀 呃 但通常这个的话 模具上面真的看他开不开模 不开模的话 其实这个他是上手讲过 他是一个屏的 他肯定不会说 按着这个面上面来走 那这样子玩的话太复杂了 人家肯定不愿意 那我们 先把这个隐藏一下 我们倒一个小角吧 哈 呃 例行公事啊 做一个倒一个小角 但通常记得我倒角的时候 最后再倒 不要一开始记得 0.05 你看 这时候其实呃 这么一看 对 其实已经这种细节就很够了 你渲染的时候再加点就PS 加点一个光位 呃 就算那种灯光高光什么的 其实就我觉得就很ok了 这样子啊 那这时候比如说这样子 呃 那可能就呃 这个后按钮肯定厚度不能太高吗 我回去又试图这边看一下 按钮的话肯定就是说大概这样子 就差不多 可能就是呃 如果你们有按正常尺寸化的 那你就看你手指呗 反正怎么量一个尺寸对不对 量自己呗 就这么简单 量的话反正就是呃 我我目测的话反正是这个 但应该不会错 通常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又不行 你可以上面再加点凹凸纹呢 什么的等等的一些东西啊 对吧 然后这时候Ctrl C 我们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剪掉 把这个给剪掉对吧 然后呢这时候 一定有多的 因为我们是剪辑吗 对吧 所以说肯定从这个空掉 那这时候继续这里 好了 那记得吧 上面上次我画的这个是个圆形 对吧 然后有些就是说逻辑性比较好的同学 你们可以这样子做 比如说我先画个2 这个太大 0.5吧 因为它不是原型 那你们可以这样子把这一块放到这里 对这样子留个档案 留个备份 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这时候中间的这个部分对吧 中间这个圆你们记得吧 这一次中间的这个部分 OK啊 对OK 中间的话反正就三球对吧 然后大概这样子 那这时候有两个环都选上 两个环都选上以后 当然了 你们可以这时候再选择备份 但是我通常就差不多 然后往里面拉减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然后一样两个Ctrl C Ctrl V 共同复制 你看这时候有两个了 一样用这个方法 然后我通常通过这样子来分件 那如果你画的准一点 画的久了 对吧 你就开始画精准的分件呗 就这样子 就是说把大体给抓准 然后再深化 然后这时候你们有了这个环了 对吧 那这个环就灯光吗 对吧 那这时候那个 对 零 炸开 然后取消选择那一块 那个面 再选择这块 你看这时候选择整个 这整个 但是它有缺点 它不再是不再是实体 隐藏这块 对吧 你看到能通到里面 对吧 里面能看到的 但是是不是实体 其实有时候不是很重要 工程师反正会给你统进化的 真的相信我 然后这时候你们想再细一点 对吧 可以在里面这里再加一条坑 什么的 对吧 就是说这时候 就是属于一个模型深化 就是细节化 对吧 但是通常还是那句话 不要急着做细节化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只是说时间 时间的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我在剪 我把这个剪掉 当然现在是不考虑说什么模型 要不要留底了什么的 然后你看 其实这时候我们这样子看 其实你看对 是很细节 但这个细节深化的时候 对吧 其实我 然后你再把这个往里面挪一下 往里面挪一挪 对吧 可能是这样子 往里面挪 对吧 其实就那个细节肯定很够 就是说一个细节深化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做 而且这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不要急着做这个事情 真的真的不骗你们